以色列連日加大力道進攻加薩 表示炸毀1.4萬個哈馬斯目標 聲稱哈馬斯失守加薩北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 加薩時代藍圖 表示加薩應由巴勒斯坦治理 澳洲第二大電信業者Optus斷訊長達12小時 上千萬人網路電話中斷 大眾交通醫院店家大停擺 行動支付全面癱瘓 大陸電商巨頭京東採購人員表示 商品以299人民幣低價賣出 卻收到律師函 要求不能賣的 比直播網紅李佳琪還便宜 雙十一低價站中揭發壟斷價黑幕 日本輕盈高中奪下夏季甲子園冠軍 不同於一般球隊 重視球員自主性 培養思考能力 為日本高校棒球掀起新風潮 美國華盛頓國家動物園三隻貓熊 足約將到期 提前送返中國成都 亞特蘭大貓熊也將在明年送回 美中貓熊外交 恐將正式畫上據點 觀眾朋友晚上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要來看的是 以哈開戰超過了一個月 目前喪生的人命兩邊加起來 已經超過萬人 大概是一萬兩千人 由於以色列的人質 大多數都還沒有被救回 哈馬斯武裝組織也沒有被殲滅 所以以色列持續的狂轟猛炸 可以說是陸空並進 目前超過150萬加薩的平民 冒著被轟炸的危險 徒步還在往南逃 而這次連紅十字會的醫療物資車隊都被轟炸 被遭到攻擊 加上呢 物資真的是快用盡了 各種傳染病大增 有一個雙重國籍的女記者 為了孩子的未來 逃往埃及 離開家鄉的時候 留下了傷心力 哈魯達是巴勒斯坦記者 多次與國際媒體合作 並協助各國在加薩連線採訪 也曾到國外演講 為加薩人權發聲 但眼看停火遙遙無奇 她的阿姨與堂兄弟姐妹十多位親人 都死於空襲 有雙重國籍的她為了孩子的未來 咬牙敢抵拉法邊關離境 不良運行的至輕 瓦砺堆下的罹難親人 全都就此別過 這逃出境的路也並不安全 空拍圖像清楚看見 還有體力的難民們冒險徒步往南 以色列軍方曾在10月中砲擊加薩交通要道薩拉丁路 70多名逃難民眾被炸死 隨後加薩中部多個難民營 甚至難民聚集的南部城市漢尤尼斯都遭以軍轟炸 以色列國防部宣稱的難民安全區似乎不存在 保守估計以巴雙方至今至少一萬兩千一百人喪生 扣除以色列的一千四百多人 其他全是巴勒斯坦人 就連沒開戰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領土 至今也有163位巴勒斯坦平民 早已策略軍警以各種理由殺死 情況其實更嚴重 載著救命醫療物資和設備的卡車有兩輛受損 車隊裡還有救護車趕著要載運傷患 原本開往加薩盛城醫院的車隊只能改變路線 把一小部分物資送往加薩另一家大醫院洗法醫院 原本救護車要去載運的傷患就只能聽天由命 洪石自慧醫生也充滿無力感 醫療物資用盡 醫護們也沒有足夠食物 無法休息 但洪石自慧首席外科醫生說 與加薩民眾身處的戀獄相比 他們的辛苦不算什麼 因而嚎啕大哭 因為沒有乾淨尿布可患 尿布疹讓它很不舒服 但加薩難民們面對的健康危機還有更多 由於乙菌堅持不放行燃料進加薩 從海水淡化到污水處理都無法進行 垃圾與排泄物暴增 病菌 蚊蟲蒼蠅 老鼠也不斷滋生 為了不要渴死 髒水也得喝 三萬多人腹瀉不止 一半以下是五歲幼童 另外戒窗八千多例 水痘一千多例 皮膚病患者也有一萬兩千多位 呼吸道疾病病例更已破五萬四千里 但已經無家可回 至少一百五十萬人的家只存在回憶中 以色列軍隊一個月內把北加薩炸成焦土 基礎建設禁毀 聯合國設法找到一百四十九個地點 收容七十二萬多難民 另有超過十二萬人躲進醫院或教堂等公共建築中 十三萬人躲在九十四所學校內 但這些地方全都隨時可能挨炸 這一次他無法再帶人進加薩採訪 家鄉已完全被以色列軍隊摧毀 殺害無辜這件事 沒有任何正義合理的理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哈馬斯最早主動發動攻擊 而以色列的還擊是不對稱的反擊 上萬名巴勒斯坦人慘死 引發政治反效果 一般大家認為美國力挺以色列 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 現在不斷要求以色列建立人道戰時停火區域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釋放了訊息要求結束戰爭 8號他在G7的外長會上說到 戰後加薩應該和約旦河西岸統一 全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來管理 美國承受了國際譴責以色列的壓力 民主黨內部對於拜登力挺支持以色列 也出現強烈反彈 所以拜登才會對以色列的態度 透過布林肯的口現在第一次出現了轉變跡象 以色列為消滅哈馬斯 對加薩進行不對稱反擊 造成上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引發政治上的反效果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 要求以色列建立人道戰時停火區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號又在G7外長會的場合 提及以哈戰爭結束後 加薩該由誰來管理的想法 布林肯表示戰後加薩應該與約旦和西岸統一 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手治理 外界認為這是美國傳達給以色列的清除訊號 衝突進入最後階段 是該談善後問題的時候了 美國一開始堅定支持以色列 一個月後態度明顯轉變 除了是國際譴責以色列的壓力 美國國內也發起大規模反以色列示威 現在就連民主黨內部也出現反彈聲 參議院民主黨黨團連數寫信給總統拜登 要求以色列提出打擊哈馬斯的可行計畫 並接受美軍協助遵守國際法 以色列軍方近日宣稱 以控制加薩北部 但實際上哈馬斯持續以火箭炮攻擊以色列境內 顯示他們仍在地道碉堡中作戰 以軍的地面打擊並未成功 同樣承受外交壓力的國家還有埃及 目前它是加薩人道救援的唯一窗口 但埃及政府堅持不開放邊境 讓巴勒斯坦難民進入 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 埃及前外交部長認為 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加薩 正是以色列的目的 埃及除了不想被捲進以哈紛爭 國家常年經濟不振 已是自身難保 根本沒有餘力收容難民 埃及下個月即將舉行大選 總統塞西爭取連任 他絕不會在這個時機點開放邊境 以色列在加薩北部開闢了一條人道走廊 讓數千名的巴勒斯坦平民撤離到南方 但有時間限制 由於以軍切斷加薩燃油攻擊 民眾只能徒步或靠驢子拉車逃難 以色列軍方將加薩全境 視為是哈馬斯的基地 許多撤離平民在途中遭轟炸丧身 聯合國譴責以色列 強迫人口迁移 這是對200萬巴勒斯坦人的集體懲罰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好 今天我們要關注的是 可能您非常容易連結到這則新聞 想像你的手機如果斷網 大概超過半天 有多少事情不能夠做 澳大利亞第二大電信公司 Optus突然故障 包括了鐵路公司 醫院緊急服務 全部當機 很多行慣行動支付的人 到哪裡消費都沒有帶現金 所以在斷網的期間 沒有辦法做任何消費 商家不能刷卡 一整天幾乎接待不了多少客人 損失慘重 雖然這全澳洲最大的 第二大的電信公司Optus 緊急在數小時之後陸續修復 但是澳洲政府會對他們這次斷網 展開調查 而且鼓勵小企業就直接向他求償 澳洲的公部門也慎重考慮 有沒有必要繼續跟這家電信公司續約 擺出滿滿的新鮮配菜 三明治店準備開門營業 老闆卻被刷卡機搞糊塗了 因為無論怎麼操作都卡在 嘗試連線登入的畫面 只能復現讓許多商門的顧客好傻眼 因為現在太多人出門不帶現金 我們還有幾個平常人 還持有錢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IOU 給我的平常客人 這不是單一個案 澳洲第二大電信業者Optus 從當地時間8號凌晨4點左右 開始大規模當機 讓許多合作的商家措手不齊 沒了手機網路仿佛與世隔絕 讓許多民眾覺得像回到原始人世界 數小時的斷網當機 連路邊攤小販都大受影響 因為澳洲行動支付相當普遍 老闆眼睜睜看著顧客上門 卻無法付錢而離開 損失慘重 這次斷網讓澳洲各地哀鴻遍眼 因為Optus在當地擁有超過 1000萬名的行動客戶 占澳洲人口的40% 而且Optus與大量公司行號和機構簽約 從鐵路營運到醫院緊急服務都受到衝擊 連鎖加油站沒辦法刷卡 讓沒帶現金的民眾只好幸然離開 油價告示牌沒開 因為沒有網路連線更新 影響行業幾乎是十一 8號這天澳洲街頭甚至出現有民眾被迫放假 因為沒有網路讓工作大受影響 我可以工作但我沒辦法進入辦公室 因為我辦公室有個專項 我需要下載 使用彈簽約 因為我無法開設計程式 我無法進入辦公室 我無法進入辦公室 所以這更加有趣 很糟糕 我一直在工作時 我無法讓老闆知道我已經在工作時 當我決定我無法找老闆 所以這是很大的日子 想趁放假悠閒一天 有民眾把握機會到健身房練練身體 可是使用者付費 沒辦法行動支付或刷卡 牆上的電視也因為沒網路無法播放 業者緊急用手寫板標示器材的使用方式 5人在早上離開 所以他們不能進入學校 所以他們就進入 然後出發 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 Optus電信公司目前還找不到故障原因 只強調工作人員正盡全力搶修 初步排除網路攻擊的可能性 並多次向外界道歉 澳洲通訊部長9號表示 將調查整起故障事件原因 澳洲政府也鼓勵小企業 可以與電信公司聯繫 提出斷網造成的損失並要求賠償 坎培拉國會也做出決議 將開啟參議院調查 屆時不排除將傳喚Optus電信高層 書面說明 此外澳洲首都領地近期恰好要更新公部門的電信合約 Optus無法及時處理故障問題 讓公司信譽大大折扣 維基處理不及格 讓澳洲第二大電信公司Aptus信用破產 加上去年公司才遭駭客 川普在距離辯論會 大概半小時車程的地方 自己辦造勢大會 這就是他的風格 而他在造勢大會上嗆 共和黨辦的辯論會不值一看 導致他的女兒伊凡卡在紐約 為了爸爸的民事詐欺案出庭 伊凡卡在庭上 態度非常謹慎 反覆地只回答他不記得了 美國共和黨第三場總統提名參選人辯論 由NBC新聞主辦 一如前兩場前總統川普的對手們 在他缺席下登台辯論 試圖拉下川普在民調中的絕對領先優勢 川普是很不同的男人 在2016年 他贈了你 在這段階段 為何他得到另一機會 民調排名第二 但遠遠落後川普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 和前聯合國大使海利 稍稍地批評了川普 但依舊沒有改變川普主導的競選態勢 這回辯論只有五位參選人符合資格 除了德桑提斯和海利 還有參議員史考特 前紐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以及創業家拉馬斯瓦米 前一天美國才舉行完非大選年的地方選舉 但台上五人就好像這場選舉沒發生 因為共和黨可說慘敗 傳統篇共和黨的紅州肯塔基 民主黨籍州長成功連任 俄亥俄州公投通過墮胎權納入州縣保障 據指標意義的搖擺州維吉尼亞 民主黨搶回州議會主導權 辯論台上前99分鐘沒人提關鍵的墮胎議題 激起最多火花的討論是外交政策 台上兩兩桌對廝殺炒得不可開交 但75人對外交核心議題基本上一致 支持以色列反對哈馬斯伊朗和中國 我們有我們的朋友 即是在以色列或是在英國 我們必須監製造台灣 在蘿莉莉大 我拒絕中國購買土地 我們拒絕了我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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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認識危機 我們已經行動和決定 而談到中國的短影音應用程式TikTok 更讓前聯合國大使海力動氣 台上五人力爭成為川普的主要對手 但川普根本沒放在眼裡 不僅不參加辯論 更刻意在附近辦造勢大會搶戲 川普這些話說的有底氣 因為即便77歲的他卸任後面臨彈劾案 還有四項正在進行的刑事審判 遭控91項重罪 他在共和黨內的人氣無可動搖 經濟學人雜誌就說 他看起來可怕的可能當選 如果美國明天就舉行總統大選 他可能會贏 現在甚至有人開始揣測他的副手 會不會是福斯新聞前明星主播卡爾森 而川普涉嫌 福報房地產價值的民事詐欺審判 8號傳喚他的女兒伊凡卡 以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 但即便過去負責集團房地產交易 與銀行僑定貸款 伊凡卡發揮政客健忘精神 反覆表示自己不記得了 官司不是問題 在黨內平均支持率超過50%的川普 最終很可能贏得共和黨提名 現代初選歷史中 在大選倒數一年 民調像他一樣高的人通通獲得提名 不過川普也教會我們 永不說不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TV新聞綜合報導 廣告之後是個跟美國有關的新聞 是美中之間的 有句話叫少小離家老大回 這三隻在星期三 被送回美國的熊貓一家人 或許代表了在超過半世紀 美國為了做外交 不斷送到 不斷地從中國那邊所接收的 中國做外交的熊貓 這三隻禮拜三回到他們的故土之後 有人說 美中之間的熊貓外交 就此畫上了句點 這真的是最終篇嗎 待會為您詳盡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在國際新聞裡面 我們看到探討性別的議題非常的多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男孩和女孩 社會上能夠說他們必須是什麼樣子嗎 德國有部紀錄片 女孩我最帥 他紀錄十歲的女孩 為了和男生們一起玩耍 必須要不斷努力證明才能夠打破根深蒂固的 性別刻板印象 還有一個挪威的紀錄片叫 青春的月月浴室 他是探討 進入青春期後 青少年要自在的跟同儕一起洗澡 多了很多顧慮 包括他們怎麼看自己的身體 會有身材的不自信嗎 主流的身體意象標準 是不是加注在這些 還不到十八九歲的孩子身上 這些都造成了很多人不安 被姐姐硬綁上辮子 雖然一臉不情願 但也沒有反抗 女孩個性活潑好動 會被形容像是小男生一樣 對於姐姐注重外表 愛打扮完全不能理解 來到和朋友搭建的秘密基地 這年夏天 十歲的愛娃和朋友們 一起在柏林郊區度過 喜歡和男生一起玩耍的她 沒想到會突然遭到團體的排擠 愛娃憤怒離開 回家換上褲子 想重新加入男孩們的秘密冒險 藉此證明自己的表現 不比他們差 甚至還自告奮友 偷拿姐姐的手機 只為了更融入他們 隨著年齡成長 會受到越來越多 性別角色的傾訴 而在踏入青春期 處於自我認同階段時 更會開始在意 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 現代的青少年相較過去 更懂得如何自我表達 但似乎仍難以對身體意象 無所畏懼 挪威透過紀錄片探討 為何青少年不再使用 學校的開放式領域空間 所以如果他們想要睡 可能會讓他們更多 我們會坐著 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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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致而感到不安 不過這之中更多人 是因為同儕之間 無形的比較 而倍感壓力 在台灣 比較少有 共用領域間 不過學生時期的游泳課 卻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 以及穿上泳衣 要展現自己身體的心情 有人覺得 如果是去海邊的話 我應該是會穿這種 然後如果游泳的話 我也想要穿這種 我如果到國外 可能會選擇這件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 我可以很勇敢做我自己 就是不會刻意去折 但是不要露太多 不要就是三角這樣整個 就知道只有遮住這邊而已 就是我會想要遮住到這邊 最後一個環節 則邀請同學們一起探討 是否曾感受到外界 對身體標準的評論 所以你會覺得你腰粗喔 那你看到我的腰的感受如何 每一個人對於胖瘦美醜 標準都不同 學習做喜歡的自己 才不會被外界的眼光困住 至於了解身體什麼時候 可以被觸摸 什麼時候又不應該被觸摸 並且勇敢表達出來也相當重要 TVS新聞總和報導 好 接下來要關注的 今天是9號 1111就快到來了 當然前面已經有很多 電商平台起跑 不過真的1111開始的時候 將是熱鬧滾滾 而今天的新聞看到的 其實是華人圈非常有名的 中國直播一哥李佳琦 他被指壟斷賣貨 那麼另外還有賣假貨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最嚴重的 其實就是烤箱 那麼當別的平台要賣的時候 收到了律師的存證函出示 似乎顯示李佳琦 曾經跟烤箱的廠商達成一個協議 他必須賣最低價 其他人如果賣到更低的價格 那麼對於李佳琦來說 李佳琦似乎就有辦法控告 那麼這使得李佳琦 被很多直播帶貨主圍攻 那麼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香港查獲了 極大箱的箱子裡面 放滿了各種各樣奢侈品 精品的假貨 而這些假貨似乎都是要到 雙十一的平台上傾銷的 預告哪些商品將登上直播間 淘寶主播李佳琦 今年雙十一在10月25號開啟首日 宣稱創下人民幣95億銷售額 但卻因為全網最低價 被控壟斷產品價格 由於某款海事烤箱的監東價格 低於李佳琦直播售價 違法了他們與李佳琦方簽署的 所謂低價協議 要賠償巨額違約金 就是這款烤箱 京東用自行補貼方式 讓原價人民幣639元的烤箱 以人民幣299元促銷 但之後京東採購部門員工上網發文 抱怨收到烤箱品牌律師函 指控不能賣的比李佳琦直播間便宜 掀起全網最低價背後的 價格壟斷密心 除了京東外 也有其他賣貨主播 抨擊低價協議 面對爭議 烤箱品牌跟李佳琦都發公告 否認有類似協議 但卻已經掀起官方注意 如果網上爆料的這個合同屬實的話 那麼李佳琦方面的做法有可能違反了 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 可能涉嫌利用它的這個市場支配地位 強行定價對消費者的權利造成一定的損害 那麼相應的行政市場監管部門 應當對其進行處罰 如果動到反壟斷法 處罰可不清 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 就對電商唯品會 強迫商家二選一 罰了人民幣300萬 而金額最高最受矚目的 莫過於阿里巴巴集團 埃法人民幣182.28億 近期包括杭州陕西安康等地 就明文禁止商家簽訂最低價協議 或使用全年最低全網最低等字眼促銷 那麼應該說這樣的一條規定 可能未來會對一些 具有聊聊號召能力的主播 在和商家簽訂協議的過程當中 形成的這個價格 可能會有一個明確的底線 官方出手後 未來最低價字眼 可能消失在電商雙十一促銷站中 除此之外 產品豆板問題仍舊存在 香港海關從10月中到11月初 在屯門內河船碼頭 抽查7個從廣東南沙運底的貨櫃 結果查獲包括豆板運動鞋 手機和手錶等產品 價值約2300萬港幣 另外搜查30多間物流公司 也查到約6.2萬件 價值約4400萬港幣的貨牌貨 香港海關表示查獲的產品 都是搭著電商雙十一 要趕緊賣出 而且大部分產品做工不算粗糙 就連仿冒的證明書都有 進入第15年的電商雙十一 各家競爭激烈 除了要在產品促銷手法上著墨 系統功能也要推出更多科技 在上面呢上傳自己的照片 它大概就有一個自己的體型 然後呢看到這衣服呢 就可以用淘寶試驗 相較過去淘寶推出的新一代 AI試驗功能更加逼真 能將賣家衣服照片套在自己照片上 看哪個適合再下訂 不只是買衣服買家具想知道效果 今年淘寶還推出一個模擬裝修 真能造功能 只要將室內空間拍攝下來 選用真能造功能 AI會模擬出不同的裝修風格 點擊照片裡的家具 還能直接連結賣場 我覺得基本上能夠把我原來 腦海中設想的一些元素和場景 以及一些效果 能夠百分之八九十能夠展現出來 用新科技來助力銷售 大陸電商雙十一 想要創造更高的賣貨能力 門檻越來越高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接下來話題還是跟中國有關 是美中之間超過半世紀 51年的貓熊外交 恐怕隨著星期三 一個貓熊家族回到他們的故鄉 中國大陸化上據點了 第一批貓熊是1972年 進到美國華府的國家動物園 而這一次呢 是園內有一家三口貓熊 他們被送上飛往四川的飛機 美國亞特蘭娜動物園裡面 當然還有四隻最後的貓熊 但是2024合約期滿 目前都沒有戏約 美中是競爭激烈 貓熊總數從最高的15隻 馬上會歸零 這是必然的事 未來美國人要看貓熊 恐怕只能到墨西哥去了 不論是坐在草地上大塊朵頤 或是爬上樹梢把自己黑白身影藏 進茂密之夜間 美國華府史密森尼國家動物園內 貓熊一家三口憨太可菊的模樣 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民眾短期內 再難見到的風景 因為就在周三 25歲的美鄉 26歲天天與3歲小奇姬 已經搭上前往四川成都的飛機 告別生命中最熟悉的土地 而他們返回大陸的時間 比兩國合約的表定時間 還要早了將近一個月 為了讓這趟長達19個小時的飛行旅程 熊貓一家三口能夠盡可能感受到舒適愉快 原方準備了大量竹子與蘋果等食物 我們必須確保 那些鳥們在這段時間都適合 我們必須確保 有很多食物 讓他們開心 在這次飛行旅程中 蝸蝸蝸能夠移動 吃蝸蝸 和玩家的玩家 在全身的安心 在這次飛行旅程中 可以移動 吃蝸蝸 三隻貓熊返回祖籍故鄉的路程 雖然獲得最大的舒適保證 但這趟旅程仍舊殘酷地反映出 美中關係再也回不到51年前 兩國開啟貓熊外交時的 那種欣欣向榮姿態 1972年熊貓玲玲與欣欣作為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夫婦 訪問中國帶回來的伴手禮 進駐華府史密森尼國家動物園之後 開啟了美中積極交往 以及緊接而來的中國與全球化 相互融合的時代 動物園去年還曾盛大舉辦活動 慶祝兩國貓熊交流 進入第50個年頭 然而當時在儀式上致詞的 中國前駐美大使秦剛 如今已經落馬下臺 人間蒸發 曾經象徵中美友誼的貓熊數量 也從2013年15隻的高峰 降到華府貓熊離開之後 僅亞特蘭大動物園內 最後四隻的寄寮景象 而且這四隻貓熊 將在明年合約到期 目前還看不到續約跡象 美國貓熊數量逼近歸零 相反的是俄羅斯境內 則開始出現貓熊 北京當局2019年送上一隊 這是俄方相隔一甲子之後 再次看到新貓熊 學者坦言 北京當局貓熊外交的對象 偏好關係正在向上走的國家 藉以作為軟實力的投射 從當前中二元首之間的好麻吉情感 以及兩國軍事合作持續加強 似乎可以證實這一點 對於美國民眾來說 貓熊離開已經成為必然之事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貓熊還在的時候 把握時間與他們相聚 至於對即將與習近平 在舊金山展開會談的 美國總統拜登來說 與中國在半導體與高科技的競爭 以及台海南海等關鍵議題上的分歧 絕對不是簡單就能化解 這也讓雙方關係勢必難以穩定向上走 尤其美方還在拜席會確定召開前夕 週三宣告投入5.53億美元 在斯里蘭卡可倫坡港 擴建深水貨櫃碼頭 美方強調相關投資將促進斯里蘭卡的經濟 但不會令主權債務增加 明顯是與中方一帶一路政策較勁 這也讓美中之間的暗潮持續洶湧 作為貓熊只能無奈看著牆犬們把自己作為象徵 承載起雙邊關係走向 至於物種繁衍或者自身所在 都只能交由權力來決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來看自主權這件事情 Focus回到亞洲 日本越來越多的學校轉型享受運動 慶應教育體系大力推崇 他們高中部的棒球隊實行超級腦訓練 今年甲子園奪冠 慶應的棒球隊可以說是全國之名 要求球員自己動腦想想 你想怎麼樣精進技術 而且對自己規劃訓練內容 公開賽事改為循環制 透過敗部復活的機會 讓參與的球員有更多思考溝通能力的培養機會 謝謝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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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了38年 板神虎球迷總算等到這一天 日本職棒冠軍賽 板神對上歐立士 關係內戰最終有板神拿下 虎迷興奮的要起飛 金板神痛快狂歡日本一 棒球熱再次沸騰 棒球被視為日本國球 每年的夏季甲子園更是全國大勢 看著高校球兒卯足全力 爭奪冠軍的拼勁 宗教人感受到青春無敵 然而日本的運動官長期禁錄於勝利至上 普遍認為不是第一就沒有意義 不過這般勝者為王的絕對主義正在轉型 神奈川的慶應高校報回今年的賈子園冠軍 睽違107年重返榮耀 這超過一世紀的再次勝利 比球隊歸功於享受棒球 其實從昭和初期 靜英大學棒球隊就推崇開心運動 高中部也繼承這樣的理念 兩年前更推出進化版的超級腦訓練 靜英認為想打好棒球 光靠熱血還不夠 關鍵是得聰明打球 因此選手必須動腦 思考如何緊緊球技 例如畫面上的球員就正在超級腦訓練 自己在腦裡思考 模擬該如何調整動作 才能有效將球快速回傳 在慶應高校棒球部 教練不是最大的 球隊將決定權下放 讓球員針對自己不足之處 規劃菜單 不只訓練球技 也是磨練思考能力 享受動腦的歡樂野球 引起體壇注意 於是誕生了Liga Aggressive賽制 為了避免球員過度放大勝負心 練習賽不採用過去的淘汰制 而是以循環賽方式 每隊都有敗部復國的機會 培養選手專注在 思考如何贏得下一場 但是 但是Liga Aggressive賽方式 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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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麼做 Liga Aggressive賽方式 我們都會選擇 從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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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賽後還會邀請兩隊進行小組討論 分享對彼此戰術的感想 無論是包是扁 都歡迎多多發表意見 透過每次與對手的交流 習得觀察狀況 發掘問題 溝通表達等能力 改變棒球社團 魔鬼訓練營的刻板印象 讓高秀野球 不再只有日本一的目標 而是從野球部出去後 每位球員都能擁有優秀的 社會生存技能 體驗新聞中的報導 好來看英航建交140年 英國查爾斯國王 在生日前夕 特別到了倫敦的 韓橋社區去 他大旦韓國美食 而韓橋們呢 提前送上生日禮物 是泡菜跟食譜 國王開玩笑說 我會不會落到 頭都炸掉了呢 他公開歡迎南韓總統 尹錫悦 這個月赴英訪文 大批民眾身穿傳統韓服 揮舞著南韓國旗 在倫敦的韓橋社區 新墨爾登迎接貴客到來 英國查爾斯國王 親自大驕光臨 小朋友爭相送上大禮 我買些西日 這次來的幹嘛 查爾斯國王看完舞蹈 享受韓國宮廷饗宴 因為14號就是他的75歲大獸 官方也送上泡菜跟泡菜食譜 當做生日禮物 國王開玩笑說 他很怕中辣 你會在我頭上嗎 對豐靡年輕人的拍貼機 國王也興致勃勃 為了慶祝英韓建交140週年 查爾斯國王特別邀請南韓總統訪英 南韓總統引席月11月外交形成滿檔 訪英後接著要到法國為申辦世界博覽會努力 下週則是會先到美國參加APEC會議 南韓官員表示 如果有機會和習近平會談 將聚焦兩國經濟與北韓核武議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通託